今天是林口長科醫院 我們持續關心是一人林志穎的最新狀況 昨天一早他載著兒子開特斯拉 要去桃園煉卡丁車 但是行期桃園中正橋的時候 是撞上了分隔島 車輛是冒煙 當時第一時間父子兩人是無法自行逃出車外 由這個路過的路人 熱心民眾將人拖出之後來送醫 不過目前大家很關心的是林志穎 他的傷勢狀況 因為曝光的照片 當時林志穎他的臉部還有手部都是有寫的 而且手部還甚至有出現 脫臼的狀況 巨大傷勢原因 昨天下午他的弟弟林志穎 在記者會上只表示說 哥哥全身多處骨折 但是還在評估開刀的部分 醫療團隊正在評估當中 而這兩三天是重要的關鍵期間 其他不願多做說明 但是說這個病情是相對的穩定 不過平民媒體有報導說 林志穎他的臉部也骨折了 後續恐怕需要來開刀 會影響面容 對於這樣的說法 我們一早也致電給林志穎 來做求證 而這個林志穎他是不願證實 再次強調是這個病況是相對穩定 而至於最新的林志穎的狀況 他們說這一兩天跟家屬 在評估之後可能禮拜一 才會對外再做說明 或是發出新聞稿的方式 而目前林志穎還在醫院做治療 當中 二四小時由家屬 輪班來做陪伴 林志穎再度強調非常感謝 謝謝昨天熱心出手救援哥哥的熱心路人 還有工地的民眾 謝謝臺灣人的善心和熱心 這讓哥哥目前可以送往醫院 來做救治 至於哥哥的病況 他們討論之後會再做說明 不過目前最主要的 就是希望能夠讓家人能夠來敬仰